- 伏特日前发表他们另一号的新作品蝶马,不过这不是Mars 10,而是名为Bronco的四门越野SUV,出色的设计令人眼睛一亮,渴望掀起一阵话题。 伏特货予旗下4×4车款的品牌叫Bronco,讲究工程技术和智能越野,以提供机动人心的体验创造产品特色,根据了解,全车采用F系列卡车的平台打造,并在越野设计独树一帜,创造Bronco DNA,新车预定2021年开始生产,第一批预定同年春天进展时间,搭配贩售有多达200种套件, 按照买家的需求打造个性化的包装。Bronco拥有先进的四轮驱动技术,搭载一套Terror Management System,帮助驾驶员穿越各类地形,七种驾驶模式包括正常、环保、运动、滑行、沙地以及专用于越野的泥浆碳岩石帕行。 所有Bronco有两种4x4的系统,基本款采用两段电子变速箱,高级款是二速机电式变速箱,可在2H和4H间切换。Bronco拥有同级最佳的11.6寸离地高度,最大29度的转向角和37.2度的离去角,搭配一系列精心规划的底盘护罩, 可选配35寸越野胎,充分让买家纵情山水期间。 隐形采用EcoBoost以及7速手排变速箱,10速自排变速箱,2.7升EcoBoost V6可搭配遗留的310匹马力和400磅尺扭力。 其次是排气量2.3升的EcoBoost,有310磅尺的四缸扭力和270匹马力的输出。 Bronco双门和四门车型都可让户外体验变得轻松和有趣,双门有三片式车顶左右前段和后段可拆装的板件。 只要用拴锁就可轻松地装卸所有板件。 四门车型搭配软顶,并可向上倾斜以利于规划置入空间。 内部,Bronco仪表板的灵感来自于第一代,仪表和空间清晰可见,多功能彩色萤幕位于前面。 显示以功能集中,内建12伏特电源可安装摄像镜头、导航器、电话或其他设备。 橡胶地板与排水口的设计方便以清水直接清洗。 有别于一般导航系统Bronco的地图有越野路线,来源是Neotrack的AcuTerror,适合从事户外运动的买家使用。 2021年Bronco双门和四门车将在密西根州维恩装配厂制造,将推出时会有更多的详细讯息,包括规格、配件和选配件。 基本双门Bronco的建议零售价是29995美元,现在开放民众以100美元上网预定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